大家好,又到我們敗家的時間 今天這一集依然是一個重拍的集數 其實昨晚已經和大家在Live 玩過一次 四騎士工作室推出的資日限定的角色產品 但由於機器不爭氣,太夠了 可能我拍片的電話 所以還是斷線的 最後還是決定不要懶 重新拍多一次 我們今天要玩要開的 就是大家眼前看到的這兩款 由四騎士工作室推出的官店 網上官店限定的產品 包括今年2023年聖誕節的Red Death 空常坊間會叫做熊死神 以及最新剛到手的 內自於迪庚斯小說的小器材神裡面的Jacob 稍後再介紹一下 拍片的時候 大家聽到我的聲音有點速 所以身邊都有一些朋友在這裡 立喊了 所以大家聽到有聲音的話 不要緊的,是我的朋友 好了 不如首先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左手邊的這隻 聖誕節限定角色 熊死神 之前在直播的時候 我就說不太知道這個角色 是出自於什麼作品 剛剛查回原來這個 這個熊死神 就是來自於愛倫婆的小說 這個熊死神的假面 古體很簡單的就是 有個國家發生了一場熊死病 不是黑死病 所以有一群貴族 就去了偏遠的城堡 去避難 在這段期間 貴族搞了一個晚會 在晚會當中出現了一個 只是熊死病病人的人出現 貴族非常生氣 所以就勒令那些士兵去追捕他 但當追捕了他的時候 那些士兵發現 這個扮成熊死病病人的人 原來只是一堆果絲 堆積出來的人形 最後 由於這個人形瓦解了之後 就開始熊死病 在城堡 蔓延下去了 故事就是這樣 由於今天 這個產品 我們相信就是這個熊死病病人的角色 好了 大家看到 今次我兩個 這個觀點限定 都是買了一個奔道的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我們 去年聖誕節的 四騎士介紹的話 都知道了 每一次觀點的限定產品 它都會有一個套裝推出 除了有一個角色之外 亦都會包括一些其他 淋審的東西 今次這個 萬聖誕節的這一邊 這一邊 除了有本身的角色產品之外 首先有 我自己最喜歡的這一種 這個 扣針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種扣針 今次這個扣針 它是沒有這個卡坡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卡坡的太明袋 就放了 後面也是針的那種 的拼 這個沒有特效 這個 是一個熊死神的 鏡面 另外 這個 四騎士的筆道裡面 很喜歡 就是 用一個杯給大家 今次 我們有一個很老禮的 熊死神的 鐵杯 這個就不是馬合杯 除了有它的名字 還有一個 枱子之外 這次也有四騎士的Logo 兩個Logo 碼頭 和它本身的公司的Logo 另外 後面 就有熊死神的鬼影 那 我一開始以為 這個裡面是有東西的 原來是沒有的 所以 我們 看看杯底 原來 這個杯底才是有東西的地方 這個就是 昨天在Live 的時候發現的 其實我買了那麼久 我都沒有留意到 這個 我覺得 如果它杯裡面有東西 就會比較好 不過由於 這個是 這個是 包括熊死病的 杯 就好像 裡面有東西 可能未必會這麼老禮 另外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這個 這個 Logo 就是 這個 四騎士神話軍團 裡面的 節日限定系列 的名稱 我英文差 就不在這裡現手讀出來 好 除了有扣針和杯之外 我們這次 我不知道是否 因為這次 它兩個產品 都是出自於一些 一些文學作品的角色 所以這次 我們的熊死神 都是跟了一本 這個故事書的一本 不是很厚的故事書 博裝而已 裡面 就有密密麻麻的英文字 以及加少量的 詞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的話 都可以 好像它的官網是有的 但是我自己的懶 和英文差 我就沒有看到 那些折襪都 這樣 我相信它應該 嗯 嗯 看看 是 但是它也是 和俄倫婆的 都是俄倫婆的 裡面應該是沒有改到任何東西的 OK 另外一個傳統就是 每一次的這些 節日限定的 這個神話軍團的角色 它的盒 都是有些特別的 那 除了那個 毛頭騎士之外 那 通常都會用這種 長方形的盒 去裝著我們的角色產品 那 每一次呢 它都是有一個外套 對 磁石 我們打開它 對 對 這樣呢 變成一個背景的卡坡 那我們呢 就去放在角色後面 對 對 就方便你Display 那樣 另外呢 本身的盒就是這樣 好了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盒裡面的產品 那 首先今次呢 比較特別一點的地方就是 和以往我們玩過的幾款 即是限定的角色有點不同 就是今次呢 它有一個很顯眼 很大壇的一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背景 我們有一座 一座 好 首先呢 盒裡面的時候呢 這個盒 就不是這樣放進去的 這個盒 這個盒 就用一個簡單的 組裝 首先我們看到 這個盒的地板 這裡 是有一攤 應該是血跡的東西 就好像在那個盒裡面 滲了一些血出來 那當然 這個血跡 我們可以 把它剝出來 好 看看今次這個盒 那 可能我打個燈會比較好一點 暗一點 現在看到了 今次的盒 哇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好 今次的盒 是 現在看到了 它的盒頂有一個烏鴉 這個蕉色在上面 上面有三個 上面有三個 好像是俄羅斯 這個風格造型的東西 很漂亮的 另外我們看看 這個中的部分 除了有一個很漂亮的 這個不是錶面 是吧 應該是中面 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上面這裡 上面有兩個 好像地球移的東西 就是 一定是在後面 有一個紅色的地方 有一個 應該是月亮 我懷疑 上面還有一個 枯陸屋頭的 陰影 在上面 非常仔細 還有 我們會看到 今次這個鐘 它的 指針 分針 分針 是好像 我自己覺得 好像是未指向12點 是差一點點才到12點 我不知道是否故意這樣 偏拍還是 或者是 它黏得比較 不夠嚴謹 所以呢 所以呢 是有點懸疑感在這裡 非常精美 另外下面呢 就是 中的那些 那些 雕色 還有那些鐘擺 當然了 現在這個是 動不到裡面 再看看下面 下面 下面有一個很漂亮的 這個 魔鬼頭的雕像 大家都看到了 今次這個 這個 鐘身 它也做了一個 金屬的 舊化圖裝 很漂亮的 最後 腳 都沒有貓褲 這座鐘 成功彈 這座鐘 它有四隻 呃 瘦或者骨頭腳造型的 底座 非常精美的 好 但是相對於 這個 背景的 鐘呢 那 我們暫時看它 今次 我們的Figure 主體看它 好像就比較 鬆一點 那到底是不是呢 我們近鏡看一看 不過首先 我們看之前 都介紹了PASS 首先今次呢 我們這隻 紅死神 就總共有 八對手型的 首先它有 一對 爪型手 對 一對 這個 打直的 鎖野手型 還有 有一對 抱歉 那是打斜的 哎呀 這個 才是 打直的鎖野手型 分別就是 分別就是 拿著那把 拿著那把武器的時候 是打直 和向前傾 有兩個分別 還有 它還有一對 這個 攤開的 索命手型 很重要 好有型的 大家可能留意到 就是 這次我們有Red Death 它的右手 是有一個 血的 血手印 而這邊本身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剛才也看到 那些手型 它們是 分開了不同的顏色的 還有大家會看到的 就是 它近指尖的地方 它做了一個比較亮的 紅色 看它 有些 血的 血濕磁的質感 這樣做得非常之精彩 那 我們 除了手型之外 這次 也有 Red Death 唯一一把武器 就是 小Dagger 小匕首 造型很簡單 看上去 可能 之前都已經有出過 好了 再看看我們的 Red Death 首先看一看 頭雕 也是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 襟章的造型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好 另外 我們 再來打個燈 這次 它這個Red Death的頭 大家可以看到 它真的是一個 架面 可能配合 《愛倫婆》小說的標題 《紅死病》的架面 它是一個 我覺得應該不是灰果頭 應該是乾絲 的頭雕 上面 就 黏了 架面上去 大家 如果看到 眼窩反光的位置 其實會看到 這次 它這個紅架面的後方 整個是空心的 即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如果你是親眼看到 這隻Figure 裡面是很 很有空間的 很剔透的 而這次 這個頭雕 它的口是沒有分件 所以 它的頭是沒有 動不動的 你看到它有一點點動 是索膠的 銀性 好 另外 這次 這隻 Red Death 最值得 講的地方 當然就是 它整個身體 是用了大量的布料 去營造這隻 角色的服裝 當然 我們平時 其實 布料的東西 我們平時 玩這個 四騎士工俗室的東西 都不少見 但是 你整隻 Figure 整套衣服 都是布 就真的很少見 那麼 今次 我們會看到 首先 它有一個 用一條 都不是一條布的 剛才它有一個 紅色的兜帽 所以 它有一個 新的布料 是有鐵線的 不過 它 都是用到 平時比較軟 一些鐵線 所以 它是 我遮住了 JCOP 所以 其實它 又不算很有力 因為布料都是很重的 但是 你 你率率 咬一下做人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另外 如果大家 不知道和我有沒有同感 如果我將 這個 兜帽 拉開 它是逢死的 不知道大家會覺得 這隻 Red Death 立即變成好像 西藏的 Nama 我覺得 這個 是挺有型的 那麼 再近鏡 看看 它的衣服 看似凌亂 但是其實整件衣服 都是用了 我以為是衣車 就塞了一些布 塞了一些紋理上去 所以凌亂得來 是有些規律的 因為平時 其實我們玩開一些布下的東西 我自己會經常出現的情況就是 我想它放得凌亂一點 看下去比較自然一點 漂亮一點 但是我多時候都要撞手臣 有時候放得很漂亮 但有時候扭兩下之後 那些布的擺位不同之後 就看起來 好像掛歪地一樣 現在這次這個 它幫你塞了一些紋理 當然看下去就 好很多 而且你不怕還原不了 這個就很開心了 這一堆應該是 少許變清的果絲布 但我覺得比較像棉納 一大堆布包圍著 兩隻顏色 早紅色和深紅色 下面有一條裙子 再來看看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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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主體 除了頭條看之後 再看一隻手 手也是一些乾絲型的造型 手 不是骨 這邊就遮一遮了 但應該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顏色不同 另外 下跨了 失禮了 那次 我直播的時候 發現了 原來它裡面 也有 怕走光 也做了一塊 當布給你 還要是膠 露出了一堆 乾絲的尾腿 都是不死軸 乾絲不是骨 小弟本身玩神話根拳 少玩不死軸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腳是比較少見的 另外 也是有腳趾 這樣 既然我少玩這個 不死軸 當然 不如也要扭一扭 頭呢 前後 這裏 頸部是有前後關節的 另外 波尼部份 全方可以轉動 平 改 是沒有問題的 手肘 單關節 完全摺手 是多90度 非常理想 另外 也是有平轉功能 另外 手腕 全方可以轉動 內 外摺 都是OK的 波尼部份 我們玩開四騎士忌都知道 都是一件在腰部的關節 球關 另外 腳 由於穿裙 我們要調整一下 布的位置 向前踢腿 90度 沒有問題 向後 有屁股件頂住 45度左右 平舉 也是多的 另外 大腿有平轉功能 膝蓋 單關節 完全接近 90度 另外 也是有平轉功能 最後 他拿的部分 平轉 前 後 接地 都是一應俱全 好 我們這隻 很有Lama 感覺的 來自愛倫婆小說的 這個Red Dev 就是看來這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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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今年的萬聖節 漏口 限定角色之後 我們再看看 旁邊的那一隻 先插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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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的那一隻 最新 剛剛收到 今年的聖誕限定 這個 講到這個 就要講一講 那 今次這個聖誕限定 好東西的地方 就是 就是 同意我一樣 它都是Bundle 首先 那 還有這個 襟張 今次有一個卡字 在上面 這次這個 鬼魂的 空針 其實它有一個 夜光功能 那 好像光是 藍藍綠綠 很漂亮的 但是 我在這裏 就無法展示給大家看 我昨天Live 就試過 有一個 熄燈 但是 是看不到 光線的弱點 就不再做多次了 那是一個 抹大口怨靈的 一個 Jacob 的樣子 那當然不少 就是 另外一隻鐵杯 這樣 這個 插圖 就豐富一點 是有隻 氣氛一點的 到底 都是有一個 幽靈的樣子 在這裏 都是有這個系列的Logo 在這裏 好 另外 這次這個 既然都是出自於 這個 非常出名 特更斯的 小小作品 這個小藝才神 或者香港 可能叫做 聖誕眾 我印象中 那 有個提到 其實這個故事 我記得我們看過 荷里活的翻牌版本 是講現代的 主角 是 Tom Hanks 大家有興趣可以找回來看看 這樣 我們有一個 說明 有一個故事書 但這次的故事書 我們可以對回 比起剛才 Red Death這個 是厚很多的 是厚很多的 這樣 非常之 密密麻麻的英文字 上面都是有插圖的 那麼 故事長度 我相信 我相信 比剛才 阿倫婆的 故事 長很多 這樣 這個故事 也可能比較多人認識 這裡我就不再贅述了 對了 好 而最 激氣的 就是 除了剛才那些東西 加上FIGURES 其實這次 官店賓道 最出色的地方是 因為它會包上 這一個 大家看到嗎 是HAPPY HOLIDAY的 聖誕卡給你的 但是最厲害的就是 我這個產品 好像印象中 我不可以在 11月尾 還是12月頭訂的 我是剛剛在 27號才收到的 所以這個聖誕卡 我只可以留下年用了 哈哈哈哈 對了 我是趕不及 今年送給別人的 這些真是厲害 真是沒辦法 昨天開直播的時候 有些台灣師兄 就是捧場 也有說到 他們還未收到 看來 他們的聖誕卡 都要下年才送給別人 聖誕卡 跟之前 去年 聖誕老人那個 是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 有JACOB 有JACOB的幽靈樣在 裡面 依然沒有東西 要你自己寫的 對了 印象中 應該是有一疊 12 將年信封的聖誕卡 在這裡 好了 這些都不是重點 相信 對於大家來說 重點當然 就是我們這隻FIGURE 跟著剛才說的 池筒也是 這個長方形的盒 打開 也是磁吸著 也是有一個背景背景 就給你Display 很正的 這個盒 也很帥 也很帥 很帥 好 好 今次我們的JACOB 那麼 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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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ass數量 比起剛才的Red Dev 就多很多 因為我懷疑沒有這麼大的彈鐘 我懷疑 首先 我們不如看了 對了 我自己認為 今次這個產品 一個最 眼掌的地方 就是 我裝了在JACOB 身上的 嘩 這一堆東西 連著我的甲蠻 這一堆東西 是 綁在這一堆束帶上面 是的 我為了方便 給大家看 或者很近的 給大家看一次 裝了的時候是怎樣 嘩 整堆東西真是 我看到了 它有一個束帶 很多鎖 還有很多鏈的 就綁住了一些東西 這樣 將很多東西連在JACOB的身上 JACOB 在 我都說說 雖然說不說 JACOB 就是在故事裡面 是的 一個警告男主角 即將會有三隻幽靈去找他的一個 男主角色的 以故的故人 是的 這是一個手材奴 大家可以看到 它身上連了很多 例如有兩本書 我相信是日記或是帳簿的東西 這是它的手材奴 另外還綁了三個小甲蠻 還有一個 我已經掉了 一個大的甲蠻 很棒 很精美 真的很精美 很漂亮 好了 為了方便 我告訴大家 首先我先脫下馬甲 在Live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裝上去 最後搞了一段時間 就先知道 我脫下之後再展示給大家看 我就在ここ 好 喔 首先,它的馬甲本身是正面 原來它這個位置是可以鬆開的 但可能是否太暗,我手遮了油燈影 這裏是可以鬆開的,應該不是瘋死的 但其實我拿出來的時候,我拉過這個位置 我發現是拉不開的 所以我現在有個迷思,我本身是這樣的 還是我拉開了膠水 還是它本身的自殺也是這樣的 只不過它入合的時候,壓折太久了 所以這兩個地方就黏住了 所以一開始我發現不到 無論如何,這位置可以打開 你就可以把J-cup套進去 好了,我再認真看一看 首先它這個束帶,上面有很多扣 有很多鎖,很多鎖鏈 或者是很凌亂的,很有感覺 另外,鎖鏈上面也有很多的鎖匙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鎖匙 對 剛才說了,首先它這套東西 會有兩本的 兩本的書 或者是帳簿 或者是記,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我可能以為是打開就放開 是打不開的,是非的 另外下面 還有三個小型鎖匙 這些鎖匙我們平時可能也會見過 在有些地方也會見過 對 有一個方形的 還有兩個 兩個的 底座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它有些不分別的鎖匙 這些全部的小鎖匙 都是可以打開 但是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是這樣 是沒有東西的 全部可以打開的 其實它給你做什麼呢 其實它額外 原來Jacob已經死了 它說我給你一大包的鎖匙 有一大包的鎖匙 我就不得出來 怕跌 這些鎖匙應該可以讓你放進鎖匙裡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 鎖匙放進鎖匙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唯一可以放進鎖匙裡 就除了這些鎖匙和Jacob的手型 好 另外重點就是 這一支鎖匙連著最大的鎖匙 一條很粗的鐵鏈 就連著這個大的鎖匙 你看清楚 鎖匙非常精美 很漂亮 做人很漂亮 一個移動的鎖匙 為什麼說它是移動鎖匙 因為它的底座是有滑的 雖然是滑的 是有滑的 然後這個鎖匙當然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裡面 這些膠袋在內頂著 裡面是 根據每一次的傳統 每一次聖誕的這個 觀點的角色限定的傳統 它都會在某些位置 收買一些小 item送給你的 這次這麼大的鎖匙 它只是送給它一件 之前聖誕多人會送兩三件小禮物 雖然只有一件 但也很精美 這次它送了一個 鐵頭套的頭鵰匙 這個是可以裝進去 還有一條鐵鏈 連著鎖匙 跟著整個圖片 這個很有型 我相信如果大家是玩開 不死族那邊的話 這個頭鵰匙就不掉了 這個 是一定要必備的 這個 非常靚仔 好 那又贊助玩 除此之外 那就沒有太多東西了 好了 我在J-COP有這一抽 這麼有型的速帶 加這個鎖匙 有它裡面附送的隱藏頭盔 有一堆鎖匙之外 這次呢 還有兩個奇怪的 item 它送給你 但是我暫時是 沒發現到它可以放進去這個figure 或者這些東西的任何地方 我是想不到放在哪裡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 我看上去應該是 就是那些扣門的那些 門柄 那些 之前官網幫J-COP買廣告的時候 一直都用這兩個 這兩個 雕像來做廣告的封面 是的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 找不到它可以放在哪裡 它後面是一個洞 應該可以勾住一些東西的 但是 所有東西 不論是Live Live之後 我都玩了一輪 我都是找不到 這兩個item可以放進去 figure 或者這些東西在身上 如果大家知道 這兩個東西可以怎麼安裝的話 不妨 都可以在留言區裡告訴小弟 好 那麼 J-COP新外物的東西 我們看到7188了 我們再來看看J-COP 那麼 我們的J-COP 是的 主體 看之前 當然要介紹一下其他parts 首先 這次跟剛才的Red Dev一樣 他都有八對手型 首先包括 有 一對 打斜炸野手型 一對 打直炸野手型 一對 一對 爪型手 挺漂亮的 手指比較長 還有 有一對 攤開的 手型 Yeah 另外 我們也趁機看看J-COP 不如打燈過去 我們看到一個樣子 比較 認真些 的J-COP 看他的樣子 有點像Loki的Mobis 可能是鼻子的關係 就是 劉月芬 這次J-COP 當然也是古代的打扮 古代副傷的打扮 首先就是 他的額頭會有一個 有一個 應該是傷痕來的 我懷疑是他致死的傷痕 另外 值得一提就是 他好像很萌的 就有一條 綁帶 就綁在頭上 是很可愛的 我開頭 昨天開Live時 就不太知道因由 有些人提醒我 因為 如果你的 綁帶拔開之後 他的頭 就會變成 這個 張開口的版本 如果大家看看 他這個口的兩個 嘴角的末端 是有一條痕 我可能以為是分母線 但如果大家看看 不是 原來他真的是裂口藍 所以當你一拔開了那個 崩帶 他的下巴就掉出來 就變成這樣 另外大家看看 兩個頭雕 他額頭的傷痕 都是有做的 頭髮都是做了一個很漂亮的 乾素塗裝 不如我們乘機換了 這個頭 這個比較適合 像幽靈一點 很棒 他一身這個 古代褲霜的打扮 也是打燈 那些頸帶 那些大衣 都做回來了 這次我覺得 這隻JACOB 是一個非常非常出色的地方 雖然 他好像很掃 整天都是淺藍色的 但其實如果大家認真一點 我們近鏡 由頭掃下去的話 大家會看到一樣東西 就是 他近腳的地方 他的外袍 是有漸變的透明 效果做出來的 本身這件長袍 是用透明膠再上色 所以有漸變效果 而他的腳的地方 由於他是幽靈的話 他的鞋子 都是有漸變的透明效果 所以其實他這個 塗裝 是異常地出色的 本身這個淺藍色 已經很配合聖誕節的氣氛 再加上他這個透明的 漸變的效果 的確這個幽靈的感覺 就出來了 非常之出彩 這次這個塗裝 非常出色 不愧為這個四騎士工作室 的這個 之日限定產品 我自己就 十分之喜歡 好了 最後當然 都不要亂了 我們就動動一下 他的 關節 下巴可能頂住 頭向上 向下 手 全方轉動 平舉 對 是可以的 另外手肘 單關節 完全接近 90度 都是有平轉功能的 另外 手腕 船方轉動 內外接 都是有的 好了 玻璃部分 我先玩一下 玻璃部分 腰帶 腰帶很好 遮住了 腰關節 所以完全看不到 腰關節在哪裡 都是球關來的 幅度不算很大 都是一貫四騎士的水準 腳 向前踢 很速度 可以 向後踢 45度 皮皮肩頂住 平舉 都是接運動做得非常好 另外膝頭哥 單關節 接近 90度 另外當然有平轉功能 大腿 剛才那裏 我不是說了嗎? 大腿都有平轉功能的 透明的腳下關節 平轉 前 後 接地 都可以 但今次 我玩了一晚之後 發現到 這個透明的腳 好像有點鬆 平時我們玩 四騎士工作室的figure 都知道 它是噴油 先組裝 應該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拔手 拔手 或者一轉 會脫青 但我懷疑 由於今次 這個透明件 它很明顯沒有做塗裝 很明顯 所以 反而這樣 尺寸 沒有平時那麼緊 所以 腳很快就打散 很快就鬆 這個就有些可惜 反而 反而有些可惜 這個位置 這樣 好了 我們呢 我們呢 我們這對 官網之下定的 紅藍CP 就看一看 當然 到了最後一個步驟 當然要做個大隊 對嗎 首先呢 我就要把 一堆東西 拔開 先 不再穿 JACOB 這抽的東西 上去 那我就 清掉這堆東西 先 這個中樓也是 拿走 很靚 這個真的很靚 那我們順便 就放回 這一兩年 官網推出的限定 限定的 就是那些產品 不好意思 有點不正確 因為我第一隻 放出來的 這個是第一隻 的角色 這個 坎卜斯 這個姓尼古拉斯 就是聖誕路人圓形的 角色的助手 專屬壞的小朋友 拿去吃的 但我手上 這隻 紅色版本 是通販版本 原本是黑色的 那時候我是未 玩得這麼深入的 這個四騎士工作室 所以那時候 我是不知道 有觀念限定的東西 看看 然後 要拿出來的 同樣 我也是錯過了 這個觀念限定的 不好意思 就是這個 無頭騎士 我剛剛終於追回一隻 通販版本 那 觀念限定版本 好像 它本身 它不是穿綠火的 好像是穿紅火的 通販這隻就是綠火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綠火的 因為它比較像 魔獸世界裡面的那隻 無頭騎士 好 好 好 接著 當然 就要拿上 上年聖誕的 這個 限定的聖誕老人 我也借了這個 森林精靈勢力的眉鹿 給它騎著 對了 騎了整年 都是沒有下來的 真的太適合了 我不會把眉鹿還給精靈那邊 應該 先爆一下 最後 我當然是要拿上 應該暫時來說 我覺得是好像最受歡迎的 四騎士限定角色 就是 跟這集完全不適合的 孫悟空 就是中國的 農曆新年限定 對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觀點限定版 之前我們其實都已經 又做了一集開箱的了 對了 我們就把所有角色都放出來 大家呢 就可以 看看 這幾款 限定的對比 雖然 我現在這六隻 就不是 全部都是觀點限定 對了 只是限定的角色 但是 我都算是叫做 儲齊了這個 四騎士神話軍團 只限定的六款角色 暫時來說 那我就不刻意追回 這個觀點限定版本 那又 又算是其中一個 了了一件心事 那接下來呢 這個神話軍團那邊 還有三個威力產品 已經是預售了 即將會推出的 包括就有這個 好像是溫液石 就是 有隻 有隻 好像蒼蠅王 那樣的 的角色 騎著溫液馬 另外呢 就還有骨的那個系列 即是骨王 集齊了那兩隻 我們的天啟四騎士 終於會吵齊了 但我相信 都要等多一段時間 而最後一個 就是剛剛公佈了 觀點好像 預售了的 那個熊隱 熊隱 熊隱那個石 我自己都非常期待 雖然我說很期待 但是呢 很抱怨就是 由於財困的關係 剛才說的 有三個Wave 我都是沒有預訂到的 到時就看看 現貨是怎樣 那次就隨緣落座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神話軍團的 節日限定 這個產品 2023年的萬聖節和聖誕限定 東西 就已經開了 相片給大家看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 我們這個頻道的開箱片 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我們頻道的影片 另外記得追蹤我們 Facebook 的專頁 最後就是 如果大家 財力許可的情況 都可以考慮一下 課金 Supers Facebook 不好意思 漏口 Supers 就支持一下我們的 讓我們可以 有更多的資源 製作更多的 開箱影片 另外呢 如果大家日密有看 這個 我們的Live 都知道 我的Live又斷線 我嚴重懷疑呢 是我手機太舊了 所以 變成拍片 都斷線 所以可能我 接下來 都 不要拿錢 都買了玩具 可能 都 購買了電話 還有 可能我先搞 WiFi 一些東西 可能在這段期間 我就會再減產一點 希望各位先不要介意 先 撒唔 先 我要交代就是這樣 我們不如下條片有緣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